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英國媒體的消息指出 英國首相約翰遜就住華為公司能否繼續參見英國5G網絡這件事 又有一個動態轉向 他之前才斬釘自鐵走出來說 說會繼續使用華為 但是根據最新的消息 他已經決定了 要將華為在英國的參與度逐步降到零 根據英國每日電信報的報導 首相約翰遜已經要求部分官員去制定計劃 目標就要在2023年之前 將中國對英國5G網絡基礎建設的參與程度降到零 當然這就是包括華為公司 報導引述一名政府的消息人士所說 約翰遜仍然想跟中國維持良好的關係 但是跟華為的交易會大幅度地縮水 這個官員已經接獲了指示 要制定一套計劃 盡快減少華為的參與程度 這次說明要將參與程度逐步降到零 但是在4月底 約翰遜首相才出來說 要繼續讓華為參見 只不過是將參與程度 局限在三成半以下 沒有說要清零那麼嚴重 為什麼會有這麼嚴重的轉向呢 相信跟英美貿易協定的初商有關 因為之前已經有消息傳出過 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要藉著英美貿易協定的談判當中 向英國進行施壓 就要英國去靠邊站 除了這個解釋以外 是找不到另一個原因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有這樣的轉向 你說因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嗎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約翰遜出院以後 仍然堅持讓他繼續參見 現在突然之間又說要降到零 很明顯就是美國的 壓力 美國的影響力發揮了作用 因為英國也要向美國示好 你不能夠無厘頭 沒有一個互信基礎下 去簽訂一個貿易協定 當然這些就不會放上台面來講 但是暗瓦底就已經發揮了那個影響力 所以 英國其實背後來講 他就已經作出了一個抉擇 到底英國是站向哪一邊的呢 現在的表態就非常清楚了 雖然在報導當中 就說要去到2023年之前 才將中國的公司 對於英國的5G網絡的基礎建設參與程度歸零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權宜之計而已 他就沒有可能突然之間告訴你 我們中斷合作 他就變得罪大陸 現在來說 他就用這個 可以說是語言藝術 慢慢將你清到零 清到零的時候 其實就是 盡可能都不用 你一用你就變了 又是得罪美國 所以我相信他 就是 起碼在合作程度上 就會大幅度降低 雖然好像現在看上去 還是藕斷絲連 想吃兩家茶禮 兩家茶禮來說 哪個國家是不想吃才行的 起碼來講 英國都已經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讓步 雖然目前 仍然都是通過媒體 傳出這個消息 不是由手上約翰遜親自出來說的 到底這一件的消息有多少成是真的呢 我相信 成數也很大 否則的話 就已經出來否認了 因為說明是具名的 現在是說約翰遜指定 上次都是說 這個內閣當中有些不具名 即是匿名的成員去說 如果是假的 約翰遜會出來澄清 另外就是講一下關於 這個前港督彭定康 他就香港的局勢 他就作出了一些說法 他就說香港人被中國出賣 他就強調英國在道德上 經濟上和法律上 都有責任站出來捍衛香港 他就說中國是不可信的 認為英國必須想清楚華為在英國5G網絡上的角色 他還說到 說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是一個新的中國獨裁政體 我們要停止欺騙自己 不要再認為只要向中國叩頭 最後就會有金礦等著我們 這個一直都是虛幻的 當然他曾經做過港督 他也跟中國幹部交過手 打過交道 他一定是很清晰的 但內閣的就是 很多西方人士仍然對中國市場 充滿著 一些 不必要或者是自行偏造的幻想 所以就作出了很大程度上的妥協 對中國 到底這個妥協 能不能夠為他們換來 他們想像之中的利益 建議他們可以讀下這個六國論 你走去 以地露秦 不停來 割地 然後賄賂這個秦國 到最終就變成秦 滅了六國 統一這個中原 當然在這些西方國家和中國的貿易過程當中 他肯定是拿到一些他所想需要的東西 即是金錢 但到底這些錢是用什麼來交換的呢 是不是原則的底線 是不是核心價值的犧牲 還是怎樣 這個他們自己是最清楚的 在這些西方國家和中國做貿易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沒有一些東西是他們本國自己犧牲的呢 不是金錢來的 他做貿易也是為了賺中國的錢 但是有沒有一些東西是他們自己犧牲的 他們最深知肚明 接著又說另一件事就是關於國安法 有些人就說 其實美國也有國安法 很多國家也有 為什麼香港不可以有呢 香港當然可以有國安法 但是之前這個問題已經被反覆討論過很多次 美國有國安法 有很多民主國家也有國安法 因為那些國家 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民主制度 他本身就有一個非常良好的權力制衡 這些國家絕大部分都是三權分立的 有一個非常健全的獨立司法制度 到底香港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如果香港情況又有普選 你不滿意那一屆的政府 可以通過立法會去彈劾行政長官 或者可以通過一個換屆的選舉 用全民投票形式換了行政長官 而且在提名方面是不設限制的 不會有篩選的 不會有一個提名委員會選完才到你香港人選 當然你立什麼法例 那個反對聲音一定會小很多 因為你有立法會普選和行政長官普選 即使你喜歡立什麼法例你一定要面向市民 你一定要向市民問責 你不是向北京問責 你現在純粹就是向北京問責 所以你立什麼法例都沒有了官民之間的互信基礎 你立什麼都沒有用 更何況大家看到那些法例 就算他答應你什麼都沒有用 49年以來 答應了多少事是沒有做到是走了數 大家要數 如數加珍數了一大堆東西出來 是不是 甚至乎基本法的根源就是來自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也變成一指的 歷史文件的時候 你還說什麼互信 你還說什麼承諾 是不是 雖然很難怪 現在網上搜尋的關鍵字 最熱門的就是移民 移民也算好了 大家想一下49年的時候 哪裏有移民 一下子說要打到下來 那些人被共產黨又馬上 有多少家黨就卷席 即刻就漏夜走人 是不是 那些就叫逃難走難 那些不是叫移民 當時的中國人算幸運 有些就可以跟選 跟國民黨一起走去台灣 有些不行的 就走去哪裏 天大地大首先落腳點 一定是香港 那時起碼有個香港讓他們落腳 現在你說香港人 真是何去何從 更何況就是 在大陸下來的 49年有一班 另外 自從這個所謂三年艱難時期 即是三年饑荒 至到文革那段時間 有很多人都是偷渡下來 又是被共產黨 那裏有一班 那班人落到來的時候 現在全香港人都要面對著一件事 就是 這個一國兩制大結局提早了22年上演 好了 大家都要面對這個 決責 當然 我都覺得 無需要過份悲觀 但也不要盲目樂觀 經常覺得 靠美國就行 或者靠外國就行 始終 所有國際關係到最終歸結為一個字 就是利字 如果沒有利益的話 貴地棄豬那都沒有人理你 如果有利益的話 自自然而都會有人走過來 但問題就是 他現在說幫你 不是說一定會保證成功幫得到你 這件事沒有寫包單 大家可以想想 美國 四五十年前也曾經幫過一個國家叫南越 對不對 到最後其實都是幫不了他 不是說一定幫就是會得的 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希望灌注在某一兩個因素身上 這個都相當危險的 恐慌就是希望越大就失望越大 所以不能夠盲目樂觀 有些人就說要攬炒 那攬炒究竟是目的還是手段呢 那些人就不能夠在過程當中迷失了一個方向 如果攬炒已經是目的 那就比較奇怪了 那攬炒來做什麼呢 如果說攬炒是手段來的話 通過這個攬炒手段的話 如果最終那個目的是達不到 那又如何呢 下一步是 那些人都要再去想一想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